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右講, 玩卓右翼時間 我是Happy 大家好, 我是Andy 我是K 好,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首Dune Imperium 他的作者就是Paul Dannen Paul Dannen就是上一次他的作品 就是一種很有名的代表遊戲 就是Clank Clank系列也是他的作品 這次去到Dune Imperium 故事背景當然圍繞著Dune的世界 Dune其實是一本很有名的科幻小說 在2021年的時候, 即是他的電影已經延期了 要到2021年才上映 這次Dune Imperium的Artsworth 就拿了電影版權 所以看到圖像等等的東西 都是偏近去電影那邊 我講一講故事背景 就是各個遊戲流程 話說Dune就是一個貧值的三學星球 他那個世界裡面 就有一些叫做香料的 Fice 就是非常之重要的 用於這個宇宙的穿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在這個Dune的世界 各個家族就要爭取這些香料 拿到控制香料就可以控制這個世界 整個遊戲的機制就是Death Building 加上Worker Placement 每人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簡稱這些領袖的卡 我們就會有一個領袖角色 每個領袖角色 他自己相應的特別能力 還有一個指環的卡上面做到的東西 每人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有十張Starting的卡 跟平時的Death Building Gaming一樣 我們就回一回合 我們會租五張手牌上手 特別的地方就是 看到我們現在的桌上 有很多不同的家族 這邊的主要是不同的家族 這邊的主要是不同的家族 這邊的主要是不同的地方 可以看到三角形的 就代表一個沙漠地帶 這些就是紫色的圓圈的位置 就代表一個端的城市的地方 然後綠色這個位置就是議會 我們手上的派牌 主要是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出我們手上的卡 只要它上面是有這些符合的符號 我們就可以放我們的工人 一開始每個人都會有兩個工人 我們就可以放工人 放回相應我們出的卡的圖案 假設我有張三角形的卡 我就可以把工人放在這三角形的位置上 然後執行工作的位置 另外一邊 我們這邊重要的是這四個家族 因為其實DUN裡面的世界 就要說我們怎樣可以 籠落不同的家族 對,籠落不同的家族 令到可以更加控制到整個DUN的世界 所以每次我們要做這些 每次我們做這些家族 相關的work up placement 位的時候 就會看到我們升了這些 就代表我和他的友好度上升 升到他們看到這些位置 就會得到相應的分數 如果升到這個上面 就會躲到這個 bonus 依餘 還會拿到一個 alliance 的 token 接著 完成這個 A 的 phase 之後 即是擺完 work up placement 之後 就會去到 phase B 的動作 就把我手上剩下的卡牌攀開 這樣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做 會把你們外面的戰鬥的兵力 有一個 modifier 加上剩下的錢 就可以用來買卡 買了一張之後 再建一張 補回去 接著就打架了 其實每晚一開始 就會開一張 confit card 在打架的時候 因為我們爭奪這些資源 打贏了的時候 會得到什麼相關獎勵 令到大家決定 究竟要不要留到一些勢力 或者留到一些 action 是出兵 令到最後的 modifier 打架 這件事 整個遊戲 跑到10分 就會召喚 最後最高分的就是 贏家 整個遊戲流程大概是這樣 這個遊戲就是分開卡牌 就是Death Building Combo 打架 爭分 以及籠絡家族 各種爭分 先到10分就好 我先品評一下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其實 機制上的結合是不錯的 就是Death Building 再加Worker Placement 有打架的地方 整體體驗都是 這個配合得不錯的 因為平時這個Death Building Game 給人家一種感覺是 就是Death Building 自己砌金箱 然後然後Loop很多分 沒有很多交換 但是這個遊戲 就是Worker Placement 有一個很強的conflict 這個打架也很強的conflict 和這個Death Building 做一個matching 就出了一個 我覺得都是幾 全面的一個體驗 你喜歡玩Death Loop 也有 你喜歡玩搞人 也有 打架也有 然後3分 那3分 這個位置 感覺是很精煉的 遊戲不會跑到百多二百分 是10分 每1分都很重要 1分1分 這樣跑 1分都很重要 所以我認為 我玩完的感覺 是很全面的 各方面都是做到很高 另外一方面 設計師應該很想 將Dune裡面的世界觀 放入遊戲裡面 所以你見到 因為我們平時玩 玩Dune的上一隻遊戲 就是那些美式的 Area Control 有些很強烈的conflict 這樣的位置 他在不同的位置 都能表現到這件事 包括上面的打仗 Worker's Placement 的爭位 和不同家族的 就是我和你忠誠一點 然後爬個人頭的 就會搶回 Alliance Token 等等的位置 都能表現到這些 比較head to head的conflict 的位置 我覺得一定要管理一下大家的期望 因為我自己的期望 一玩下去 你以為是Death Building 再加上Worker's Placement 一定是很歐式 可能大家爭的位置 可能會沒有那麼harsh 但這遊戲絕對不是 是第二個方向 大家應該是從一個美式 打架遊戲的方向去看 這遊戲 就可能會舒服一點 因為我一開始 可能是想著 跑分遊戲來的 我們那個位置 拿了些分 但不是的 那個位置 我拿了分 有機會是他沒有了分 或者我的分 是他拿回來的 可能是外面打架 看到這張卡 打贏第一名有兩分 現在是一個十分 打贏第一名有兩分 第二名沒有分 會有其他resources 這個位置就是 我贏你就拿兩分 你就沒有兩分 這些位置 大家要很清楚明白 期望 其實這個遊戲 不是說我 作分作分 這樣追上 不是說很多不同的位置 拿分 是很多位置 我拿不到 你就拿不到 玩家的衝突 都幾多 幾直接 沒錯 這個效果 成效都很明顯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除了 有這個debt building 的long-term planning 之外 也有一個看著情況 看重食飯 的確定位置 兩方面的平衡 我覺得他在這遊戲 都做到 亦都體現到 因為每次買的卡牌 除了他的能力之外 因為你的卡牌 會進入你的debt 他裡面提供到 什麼位置 讓你放的 這件事 可能早前的debt building 如果只是debt building 是比較難去 體驗到這件事 因為你抽到那張卡 就取決於你的 工作可以放到什麼位置 這件事 其實大家玩的時候 都要想多一重的 這個位置 就是你買的那張卡 除了用來做B餐的combo 之外 你也要看看 你到底買那張卡 可以去什麼地方 如果你想去那些地方 就要考慮 買那張牌 我覺得平衡 是做得還好的 究竟是A餐比較重要 還是B餐比較重要 其實你兩邊都要 所以A和B餐 就是把卡 有上下部份 上部份 就是在做Rucker 做的 如果做到上面 下部份 就不用理會了 但如果那張抽牌 就放了Rucker 還有牌 那些牌 就會只會看底 所以不同牌 有這兩個Dimension 可以設計到很特別的地方 例如這張 你會看到 它很強的 每次都會加很多打架的數值 這張卡 如果擺放Rucker 也會有兩個Spice 都是很強的 所以每次就要有很多的 考量位置 這張卡要怎樣出 怎樣用 所以我覺得它在這個 設計層面上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 一個新穎的想法 還有在資源上面 都比較特別 它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資源 有這個香料 水 和淺 再加上來買牌的分數 這些的分數 你不是很看得出 哪一種東西是 即是有一個很特別的priority 哪一種東西是特別 優於哪一種東西 它會有一點是 都隨著局勢而改變 是的 本身我玩過第一次的感覺 是會覺得 跟這個家族聯絡是 有些優勢的 即是因為 如果你每個人都 跟他交往兩次 起碼有四分 十分遠鏡 如果你有機會 跑 某一個跑出一點 又再拿多分 某兩個跑出一點 又再拿多兩分 第一次的感覺 是會 家族的感覺強 但是我又再玩兩次 今次我簡直 每個族都 盡量跑兩次就算了 又OK 所以感覺到現在 我玩了兩三鋪 感覺都幾平衡 即是家族厲害 combo厲害 大家厲害 感覺都是幾平衡 對 那去到這個位置 不如我們就 講一下一些 不好的地方 對 我有很多話說 我先說 首先 大家看一下 台面這個 的內套 其實可能 遠看上去也挺漂亮的 但是近看 我們都被其他的遊戲 令到我們全都重壞了 這些呢 是 是什麼來的 這個 這個不是工人 這些 一個正案 還是什麼 是士兵 你拿一些士兵 最討厭的 Wutton Kim 跟別人打架 對 另外一樣 就是 另外一樣 就是 除了這些 用幾何圖形來做一個圖案 沒錯 其實這遊戲 如果剛才說 讚 其實i-con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 可以漂亮一點點 就是 你用一些圓形 三角形 現在這個年代 你會整理一下 有問題是 這遊戲畫不差 你看 它畫得不差 難得你付錢 你買了這個IP 你的東西設計得很好 但是 你這個設計上面 其實我有一點明白的 因為 這個遊戲太多的icon 而它不想跟 那些 家族的icon 太過混淆 所以它想簡潔一點 但是就簡潔得太 對 給多一點線條 起碼只有沙丘 現在變成小畫家 一個三角形 現在這個 我都畫得出來的 或者你都畫得出來的 其實 有種有很多辦法 而且它不是做不到 你看它拿分的標誌 就算你 你可以做到 你起碼都是這樣 但是 我第一 我一拿上手 我覺得 哇 Race for the Galaxy 那時候 那個 可能他覺得 Race for the Galaxy 也不錯 就這樣 他就著這個問題 都有一個 可能他已經知道自己 有些比較噁心的地方 他有一個 是一個更新的圖片 你要用更新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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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付錢 這些圖片 這些圖片 但是這些圖片 都可以解決 對 除了這個 presentation 我覺得第二個問題 就是 這些 很多地方 都會有些 有些失敗的位置 包括這些 印刷卡 就是你 拜訪先知族 的時候 你可能會抽一些印刷卡 印刷卡 裡面有幾類不同的東西 一類就是 Combat 上 你可能會有些額外的兵力 第二樣就是 你給資源 去刷一些分數 第三樣就是 可能是關於 M-game 的分數 這些可能是一些 hidden information 但是 如果你抽來抽去 都是沒有分的 其實這遊戲 分數是太重要的 對 或者可能 那時候我抽 剛剛有幫到我打仗 這樣也很重要 對 其實我覺得 每張卡都很厲害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 很厲害的位置 如果他打架 其實你怎麼都打輸 這樣就不會 他有沒有機制 給你換卡 他有沒有機制 給你把這張卡當作什麼 或者抽幾張 換一張都沒有 對 這個位置是有失敗的 然後 Market 也蠻失敗的 因為Market 也是舊式的 即是我在Market 買完立刻補一張 有機會 我5元就買完 5元卡 下張彈珍更漂亮 那就沒辦法了 有機會 我絕對認同 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 你本身Death Building Game 也有很多 就是Draw 因為你 你 這隻遊戲 就不是 Death很薄的 你一開始有十 十張 然後每一回合抽五張 而 整隻遊戲 應該大概 八回到九回合 其實你每一次抽牌 抽到 Cycle 抽到什麼 其實都很影響 你那時候可以做到什麼 即是你有一堆很厲害 幫你去Worker Placement 的卡 抽在一起 那 或者你突然間 有一個Hand 全部都是 買卡的卡 買卡的卡 這樣 就會令到你那個 節奏很難去控制 即是 這個是Worker Placement 通病 而他 都沒有特別去解決 還有Market上面 如果一個Market 即是 因為這隻遊戲 的Rule上面 是沒有一個洗Market 如果外面的Market 全部六張都不適合 六張大家都是看不上眼的 Market 一談死上 就躲在這裏 那這個 對 說起這件事 我就是 因為我們玩完第一次之後 真的沒有 看完很多次 真的沒有 然後再上去看一下 BGG的討論 發覺很多人都在討論 有討論這件事 尤其是 很多細分的 即一兩元的牌 因為兩元的牌 真的太過 好像太費了 因為卡手牌 其實是很卡的 因為你只有五張卡 沒錯 一張一分的牌 在手上 對 因為 很硬的 其實牌庫 如果太厚 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買太多 一分兩分 不是太強的牌 通常都會 溝淡了 那 我見到 可能有些人說 其實一兩分 怎樣都比你本身的 或者也有些 trash card的位置 可能盡量要做這些 當然 有人更積極的 就是提供一些 Variant 變體的看法 從這個位置 我認為 這兩件事 第一 就是這遊戲的漏洞 而且我覺得 很多人都會覺得 是有問題的 第二 就是正面一點 就是 代表這遊戲 很多人都想再改好一點 因為 我感覺到 DOOM 故事背景 其實有一班 熱心的粉絲 在這裡 我覺得 除了這個位置 另外一個位置 有人說 那些Leader的平衡 不是很好 也有人提出了 一些平衡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遊戲 是很有潛力的 但是 還是有一些位置 要fine tune 看看作者 會不會出一些 patch 或者會不會有些 改動 令到這遊戲 再完美化 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這遊戲 對我來說 還差一個位置 就是一部戲 對 如果那部戲上了 我覺得整個遊戲 是兩回事 看完立即代曰 對 現在我看到 其實 認到主角的樣子 對 如果大家有看 trailer 你就會拍一拍那張照 這個好像有些印象 就是 Casum 應該是 那些角色 對著主角來畫 所以 而那些功能 和家族的關係 應該真的有些背景 和故事有關 但是 我就沒有看 我都沒有看之前的小說 所以我覺得 代入感 就差了一點 對 如果看完 我覺得這遊戲 就更加加多些分 講起這個代入感 其實我覺得 他都算是挺貼的 就是 你會見到 版面的設計 都盡量是貼的 為什麼這裡 可以拿spice 為什麼這裡是什麼 就是 因為這裡是一個 端的星球 你在上面就可以拿spice 可以打架 在一個營地 你就可以做些抽牌 這裡有四個家座 這裡有一個 HIGH COUNT 其實他每件事都會 深刻會給一些 reason 為什麼那一格會做什麼 整件事都盡量 配上film 所以如果有好戲 就更加好 這遊戲 我們會推薦你什麼人 我先說一下 首先 我不推薦給所有 不喜歡conferent的人 第一次玩 我會覺得有點難受 我搶了一點 你搶了我 我本身就搶了一分 然後我碰下去兩分 他又轉回頭 這些感覺 你會覺得難受 我就覺得你不適合 但如果你不介意 也想試一下 Deadbill再加 Worker Placement 那種結合 而再者 若果你是Dune的粉絲 我覺得這隻就不會掉 我覺得 我就會推薦給 如果即使你 傳統的Deadbill game 你會覺得 節奏比較慢 或者機制比較繁複 沉悶 這隻我覺得 是你絕對值得一試 你不要因為Deadbill 而不選擇他 因為它兩者 Deadbill跟Worker Placement 這個位置融合得很好 而它融合的方式 亦都是比較特別 和一個很創新的存在 非常貼心 對了 你剛才HAPPY說的 對抗性比較高 是一件事 但可以是一件好處 如果你是喜歡這類型 不可能是偏向美式Style的 但又想玩少少跑分的類型 這就是那樣 我個人對這個遊戲 都蠻好評的 我會覺得他推薦的層面 都蠻全面 有玩過沒有玩過 新手露手都可以 因為他教都不算難教 是icon聲色的 對 他亦都很精美 你看到他都可以挖一下 所以我會覺得 都算是蠻全面的 好的 今天時間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看過Dune 或者粉絲 或者你玩過這隻 你出發一下 就隨便下方留言 希望我們 Dune上映了之後 我們再連同Dune本身的遊戲 又找你玩 對 可以一起去Versus 或者去Versus 今年另一隻 沒錯 Death Building Werk of Pissure的熱門大作 Lost Wound of Annette 看看有沒有機會拍一個Versus的感覺 新生訣 我們經常都討論 新生訣 好 今天時間就是這樣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 裡面聊天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